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 盤浮的最新活動 就是說話之島的淨灘活動 那他的這個 取得方式很簡單 因為他需要一張卷軸 那取得這張卷軸的方式呢 非常簡單 你只要每天 他是以天位單位 消耗300個葉子 然後他就可以拿到一張這個 說話之島海灘的傳送品 那因為我昨天沒有玩 所以昨天換了一張 今天換了一張就兩張啦 那我們就直接傳送過去 那傳送過去之後呢 他會有一大堆那個火龍褲的怪物 可是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用手打 那下面這邊有流星雨有沒有 當然他是冰的 他是流冰 這個應該叫 反正流星雨類似 我們找到怪多一點的地方 再一次回去 這些怪物基本上他非常的弱 他非常的弱 他非常的弱 好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他這個不是流星雨 但是他其實就是 冰 冰石樹吧 要撿東西啊 帥哥 糟糕 忘記把那個 石曲關掉 現在 一時間也找不到哪一個是石曲 關掉關掉關掉 等一下他會不會再撿 好怪啊 他這個 進來的時間喔 每天只有 冰龍 他又是給我 這邊 這邊我這邊先制 剛才地上的東西我都沒有撿 我們來吃個 冬豬好了 這邊有那個 冬木啊 冬木啊 冬木 我發現我的水那個 帶不夠了 他打人也不會痛 其實 或許我站遠一點 他水也打不到 他會自動抗 沒關係 就讓他靠近吧 我再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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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鬥強化卷 希望來得吃 四分鐘 四分鐘 我的魔又沒了 回魔 他還放流星爐 這個 欸死了死了 很好很好 我先撿東西啊 這 東西撿一撿 講完之後呢 這一關 基本上 算過了 那我們來開箱 看開到什麼東西 總共有八個箱子 龍珠 時間補充石 呃 這個叫做靈魂昇華 又是時間補充石 我們寶石 欸這個是一個技能的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寶石 唉 都沒看到什麼 好寶 好 這個活動他就是這樣子 就很簡單 你只要記得呢 因為像我現在這個防禦啊 才77 那等級60 所以來 來打這個基本上 等級不用太高 呃 應該說你沒有很好的防具 也可以進來打 那些怪物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 事實上呢 他一點都不可怕 好 那記得 剛才這個 在打的時候 一定要用他的技能打 千萬不要傻傻的 用普攻 他雖然怪很弱 可是他的血非常多 或是防禦非常厚 不清楚 總之一隻怪要打很久 那記得用那個丟 然後 找到怪多一點的地方 再狂丟就好了 不急不急 不急的一次把他丟完 然後傳送進來之後 基本上這隻頭目也很弱 所以 可以說這隻怪物 他就是非常的 簡單啊 然後 這活動也就這麼 這麼這麼樣結束了 很快可以再傳了 不行了 呃 那通常 那通常就 反正就一天一次 把他解一解 弄一弄 那個抽到 如果抽到好 好東西的話 當然就更好 我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好多了 多了好多效果 呃 換一下 應該會有一個 沒有沒有一個特別的圖示 應該是下面這些狀態 很多喔 哇這個狀態加的可多了 哇這個太可怕了 很多都有 我還沒有用靈魂昇華 但我已經有靈魂昇華 現在的攻擊力是非常可怕的 我不然防70了 欸77沒有錯沒有錯 就是77 好那我們就 介紹到這邊了 就分享到這邊